我实在笑不出来 喂 李总 李总 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这样 我求求你了 你欠我的钱能不能给我 我能宽限你几天 但是我也拿你的钱准备还别人呢 哎呀 我算服了你了 明天 说好了 明天啊 哎 这该怎么办 顺帆 谁顺帆 哎呀 小姨父 小姨父你可来了 哎呀 小姨父 我等了你半天了 这个欠条是你欠我的十万块钱的欠条 现在我把欠条给你 你肯定也准备好了 来 你撕还是我撕 咱俩都别撕 怎么了 那个钱我没带来 你没带来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你解释 小姨父啊 你可坑死我了 你这个十万块钱要是不还我 我就还不了别人 人家今天到家里来取了 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 我可怎么办呢 你先坐 你先坐 别着急 哎呀 我能不着急吗 我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 我肯定是特别诚信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没办法 我 哎呀 我我失散没凑齐 你宽限我一天 明天 明天我就给你拿来 我可以宽限你一天 人家能宽限我一天吗 我这个坎儿过不去 人家一会儿就来 谁来 谁啊 小吴 来了 干什么的 来要钱的呀 来拿钱的 我欠人家十万块钱呢 你说这可怎么办 这怎么办 小姨坊 你确实没有钱是吗 你看 这有二十 你先给我 这也要啊 你的钱我都要 这样 小姨坊 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以后 咱俩演一出戏 你就求我给你投资 数目越大越好 让他感觉到 我欠他这十万块钱 不叫事 只要能拖一天 你不就还给我了吗 对对对 你还给我了 我就还给他 钱顺风啊 钱顺风啊 我发现你 最大的缺点就是 聪明 你就别表扬我了 你这时候 你一定要尊重我啊 一定要尊重我 那我喊你什么 你喊我 要不你喊我小姨坊吧 我喊你小姨坊 对 你喊我小姨坊 对对对 现在谁有钱 背谁啊 好好好 小姨坊 真答应啊 凯文 来的你这样啊 一会儿啊 你先把他支走 你要是支不走 我再出来 好好好 你先休息 小姨坊 你去吧 快点啊 交给我 你好 来请请请 那个我刚才打了电话 你是钱总吧 来 这个是欠条 你看是你撕啊 还是我撕啊 我觉得都别撕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钱总 我怎么可能是高大威猛 风斗翩翩的钱总呢 您是 是他小姨坊 他是我小姨坊 你好你好 那钱总呢 我知道 我跟你说 你是来干啥的 你是不是 准备来找他要那十万块钱 对对对 他说 你待会儿把这个欠条要给他 对对对 他现在刚谈完一个亿的生意 所以说他特别累 正在休息 一个亿 这高榜 你先回去 明天把钱打给你 行行行 好啊 好 从往我就回去了 我是来要钱呢 我今天必须见着钱总 要不然我没法交差 钱总 明天也一样 钱总 钱总 你出来一下 谁啊 哎呀 是这样 小姨坞 没办法了 他非要见你 谁啊 这是 您就是那个高大威猛 风度翩翩的钱总 正是我 你好 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 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 哦 我知道 十万块钱 对对对 行 你先去坐吧 好 我还有点事没处理 小姨坞 怎么办 咱俩这个项目接着谈吧 对对对 你请坐 我还有点事 好好好 小姨坞 接着说 你看 你哪不舒服 我很舒服 哦 我明白了 还项目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 你就把那一个亿给我吧 我也不容易 项目等着用呢 求求你 那一个亿对你来说 不就是九牛一毛吗 好不好 防范你了 哎呀 一个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我得考虑考虑 陈总 你看我这十万块钱 就不用考虑 你能不能先把十万块钱给我 你等会儿你考虑 哎呀 陈总还考虑什么呀 小姨坞 咱们是亲戚 对 你撒了那么多的钱 你还差我这一个亿呀 对不对 你给我 然后我这个项目就能进行下去 对对对 是的 就说你了 正好 小吴是吧 对对对 你来的正好 哎呀 这是我这个亲戚 我的大外甥 他就求着我 让我给他投资一个亿 一个项目 是是是 正好你给我提个建议 我是干还是不干呢 不是 你们俩干不干 你投几个亿 跟我没关系 我今天来要这十万块钱 你能不能先把这十万块钱给我 你看你怎么拿死心眼呢你 我一个亿 你十万块钱 差多少 九牛一毛 明天你再来 不是 你这上来就一个亿一个亿 马上就差我这十万块钱 什么项目 大项目 特别大 来来来 多大多大 哥你说来 咱什么项目 你不刚才给我汇报过的吗 你跟他说什么项目 我告诉你 这个项目你知道吗 这个项目分前期中期和后期 特别大的项目 这个项目我跟你说 全国 你哪个人 我 湖北人 他湖北人 湖北人 有一句谚语知不知道 天上湖北老地下九头鸟 湖北人我知道 湖北人厉害 湖北到我们东北 很远啊 你说正事 钱 对 项目 对这个项目是这样的 你对东北不了解吧 东北 冬天 夏天都会有点热 我们就想呢 让东北这些人啊 夏天 能凉快点 冬天能暖和点 是不是大项目 对的 这是个大项目 怎么样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就冬天暖和点 夏天凉快点 你家装个空调不就完了吗 冬天还有暖气 是 你说的这是屋里 屋外呢 大星安岭 松嫩平原 跟俄罗斯挨不着 怎么着 都要这样 屋外可也冬天暖夏凉 那你这一个月不够啊 是啊 这不差你那十万吗 你进来 我也进来 大伙一块 你参不参加吧 我不参加 我参加什么 我参加的 小姨父 你过来吧你 哎呀 我跟你说 你这是编了个什么项目啊 你这 来来来 等会儿 来 停 停 你俩 到底谁是谁小姨父 他 他做我小姨父 那他怎么管你叫小姨父呢 我叫了吗 他叫了吗 叫了 你想想 他头那么多的空调 他是不是心里乱 他闷了 你明白吧 我回来来 你别着急 哎呀 来写了 小姨父也在呀 咋的了 都别动 你管他叫什么 小姨父 你管他叫什么 小姨父 那你管他叫什么呀 陈生芳啊 陈生芳 陈生芳是你叫的 陈生芳是你叫的 不听话呢孩子 你是不是叫我小姨父 对呀 我现在已经管他叫小姨父了 啊 啥 你想想 你算算 你管他叫啥 你老爷 你老爷 哎 哎什么 不听话呢 再叫一个 用心 叫 姨老爷 哎 拥不着 到我拥不着 陈生芳你倍儿这么大呀 是 这都是我的孩子 要来写了 妹夫 姐夫 抓住来的啊 都别动啊 您管他叫妹夫 对啊 您管他叫小姨父 那您也管他叫小姨父吧 不是你这些年轻人怎么 哎哎哎 让你叫啥就叫啥呗 你看 我快去快说 啊 那个爸爸 爸爸 这位老同志啊 那个啊 咱家现在有外人 别小口话啊 刚才我已经管前任分 叫姨老爷的 那你这意思 我以后还得管你叫点啥呗 爸你随意 我没说 哎呀 咱家就有点这么热闹 你回来了吗 哎 别动 你管他叫妈 管你俩管他叫小姨父 那请问 这位老人家管 这位老人家叫什么呀 你老 不是 不是 你这孩子谁家的 你说你这把我照光圈了 你你蒙啥圈呀 姐 姐 不是 这个老太太 你你我 你个你猜你是谁 我们在这玩 你猜你是谁呢 我明白了 你们玩游戏的 对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玩的游戏呀 咱那叔叔大人就是猜一不了 哎呀对不起啊 我有个睡中午觉的事 来来老头 走 睡觉走 别动 你们家外孙子跟姨老一块睡觉啊 你别看他 你别看他长得老 他岁数小 就打小一块睡 睡习惯了 哎呀行了 别在这儿鞭了 我都演不下去了 啥玩意 哪跟哪儿去啊 哎呀 我告诉你 这是我妈 这是我爸 人俩一块睡咋的了 哎呀 他 看见了吗 钱总 我老公 我俩是两口子 都是两口子 是吗 对 进亲结婚 谁 谁 陈总 那那一个亿 也没有了吧 那一个亿 没有 那东北的气候还得维持现状 我估计得维持你这儿 你说的算 钱的钱 我是来要钱的 你给我扯一堆大衣 大衣 什么用 咋来这儿 咋一大味 兄弟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实在编不下去了 钱总不是欠你钱吗 对啊 今天周转不过来了 就想呀 拖延一天 我们这是编的乱七八糟的 就想拖延一天 求求你 明天一定给你 对 我害怕他就验神 不相信 你干什么啊 我的身份证 压在你这儿 我现在就给你取钱去 好不好 他的钱我来还 哎呀你别动 这是 你还欠我十万块钱呢 你哪来的钱还人家呀 顺峰啊 咱们什么人都可以丢 但是这诚信咱不能丢 我现在 我去压房子 等会儿 你叫郭有亮 啊 怎么的 大丈夫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永远叫郭有亮 你认识李宝国吗 李宝国 李宝国 啊 宝国 对啊 我认识啊 他还欠我十万块钱呢 大哥呀 我是李总的表弟 我今天来找钱总要这十万块钱 就是为了还您的十万块钱 哎 啊 你等会儿 我捋一捋啊 你哥 欠我十万块钱 对 我欠他十万块钱 他欠你哥十万块钱 对 那咱们仨人都齐了 现在没钱 那这事还是办不了啊 你这 哎呦 大哥呀 你这个算账能力 你做这么多年生意 怎么挣的钱 我没挣过钱 我所以挣的 这是条子 打麻将赢的 全是妃子 来来来 这样啊 欠条漏袋了吗 欠条在这呢 来来来 拿出来 你把欠条给我 我把欠条给你 你把欠条给他 反正是 啊 这么简单 对呀 我给你 你给我 我给你 我的呢 我给你 好在这 回来了